好 接下来看一下是派驻在外的英国军队 肯亚政府这星期有一个重要的听证会 对于英国驻军在肯亚犯下侵犯人权的行为 要开始调查 肯亚是在1963年脱离英国殖民独立 但是一直有一批英国的驻军在那里 他们主要是说帮助肯亚的军方进行反口训练 然后英国每年再轮掉大概一万名士兵再进肯亚 但多年来不断发生英国士兵在肯亚性侵妇女的社会案件 连犯下谋杀案 凶贤没有接受审判就直接送回英国 在驻军基地旁边的村庄出现很多混血儿的后代 英国政府只表明验DNA之后会赔偿 被肯亚的官方批评只想花钱了事留下恶感 17岁女孩坐着家务 独自一人在肯亚偏远村落生活 因为是个混血儿 肤色轮廓都不同于其他村民 经常遭到排挤 潘纳洛西住在肯亚中部省份纳扭基的村庄 临近英国住进基地 她的母亲曾指控自己遭到英国士兵性侵后生下孩子 记录片在2011年播出 两年后潘纳洛西的母亲过世 留下她孤身一人 混血脸孔让她一辈子都无法摆脱自己 是母亲遭性侵后的产物 在这座村庄有不少像这样的混血脸孔 妇人纳莫鲁指控她冬年前 亥密英国驻军交往 对方知道她怀孕后就忍间蒸发 孩子出生到现在都没有见过爸爸 纳莫鲁表示她曾求住过肯亚警方和英国驻军 希望前男友能出面 但始终没有回应 针对这类案件 英国驻肯亚高级专员公署表示 已经和当地儿福单位合作 进行亲子鉴定和索赔 但肯亚国家委员会痛批 英国政府根本没打算负起责任 只想花钱了事 英国陆军肯亚训练部队 从1963年肯亚脱离英国独立后就一直存在 英国政府每年支付四十万美金 约合台币一千三百万元 安排约一万名英国士兵轮调来这里受训 同时为肯亚军队进行反恐训练 虽然这座基地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但演习留下卫报弹 夺走村民性命 污染保护区土地和性侵妇女等问题 都引发社会反感 不过肯亚政府人在2021年 与英国续了五年合约 英国驻军的性侵暴行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零年代 受害者都已经是老妇人 痛苦地谈起五十年前的受害经历 2007年英国国防部驳回了两千多起性侵指控 受害者大部分是马赛族和桑布鲁族妇女 称这些案件都没有足够证据支持 肯亚官方不久后就表示档案已经遗失 没有多做解释 英国皇家军警调查后的结论是 性侵指控都是捏造的 但受害者产下的六十九名混血儿 从没接受过DNA检测 肯亚政府本周举行公开听证会 追究英国士兵侵犯人权的行为 年轻的肯亚律师酷拜 代表十七岁少女潘纳洛西 要追究她母亲生前没讨回的公道 这是很痛苦 而且是心理性的 就是马亚和其他人 继续看到美国的练习 我失望他们 与这些不断症状和历史的不正确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登基后 去年十月访问肯亚 参访其中一战 来到肯亚蒙巴萨 了解海洋保护工作 和视察这里的肯亚海军海滩作战演习 展现英国驻军的训练成果 在英国肯亚军事合作 五间的同时 一起二零一二年的谋杀案 再度被提及 当时一名二十一岁女子万吉鲁 与一名英国士兵进入饭店后失踪 之后遗体在饭店旁的画愤池被找到 万吉鲁的家属指控英国官方 对此案漠不关心 对此英国驻肯亚高级专员公署回应 一切正在调查中 如今肯亚政府决定硬起来 正式发起调查 希望终结英国驻军暴行 给肯亚受害者一个交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